新一屆本地聯賽剛剛開樂 今屆聯賽得到南華足主羅傑勝的公司冠名贊助 增加資金和宣傳效果 令不少球迷期望求使復興 新一屆本地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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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一豪 新一將 今年是西班牙班,所以支持 播放多些出來,等人吸引,多些人看 全場結束,這場BMA甲組聯賽 是由流氓以4比0擊敗大宗 今屆甲組勁女繼續大灑金錢聘用外援和本地精英 好自傑志就繼續與巴塞龍拿合作搞足球學校 又請來西班牙兵壓陣,希望可以提高本地足球質素 再配合班主的投資宣傳,令多些市民買票入場增加投入感 但是開羅戰仍然只有2200多人入場 有市民質疑足球班主這套搞球的金科玉律已經過了市 即是怎樣令我球市王,我自己覺得不單是宣傳做得不好 水平低,而是大家去關心一項體育活動 如果香港足球多人看,你靠那個水平其實是很難很難的 因為你先天勝,你香港未來五十年都不可能追到足球最先進的國家 如果你要欣賞高水準的足球 那完全是坐在家裡開著電視,合理過你三十多度的天氣 走進來球場會悶的 但是我亦都相信世界上大部分的四中球 他們根本不是最關心他們喜歡的球 或者他們所看的足球是甚麼水平 水平來說不會覺得本地球特別高 不過純粹是一個本地的認同 所以需要去繼續支持著這樣看著 那個投入感 其實不會特別去投入說希望哪裏贏輸 只不過是純粹關心一下現在的發展 我們不是反男 整體來說我相信香港足球一直以來都遠遠不夠透明 例如今次這件事是一個很誇張的例子 我想全世界都很難 沒有理由一隊香港隊會比一隊球會 踢得好的 其他隊的球員又想踢港隊 他們沒有機會就浪費了 變了變成質 應該不可以是給一隊去到 壟斷了整隊香港隊 因為有很多球員是真的不值得入香港隊 但是現在都是 二來就是決定的人 不是一些教練 不是說他考察過不同球員的狀態 他認為南華球員最適合 所以選他 而是由竹種一種長官的意志 由董事局去說 好我們就把整件事交給南華去做 這樣我們的感覺是荒謬的 在八月份 香港竹種子太遲先知 只要踢東亞盃預賽 多知本地球會忙於準備聯賽 而只有南華在季前人腳 比較齊全為理由 決定由他們代表香港出戰 做法被傳媒和球迷批評 將香港隊外判 而東亞竹協更加指 做法不尊重賽事 李俊榮和一群球迷 在Facebook成立了 南華不代表我的群組 抗議竹種選不代表隊時 只是顧及大球會的利益 而不符合公平競技的精神 那出現的問題就是 這群人他們選的董事局 只會代表他們 即是會方或者簡單來說 就是班主或者老闆的利益 現在這件事的出現就是 有一些老闆不想自己的球員 在季前被徵召去香港隊 就想出一個這樣的計劃 譬如伍健自認是這個 救私的始作勇者 他對方的結智 就可以所有人齊齊整整 出外集份 留在香港避戰 那南華由於 如果一選香港隊 可能南華有十個八個被選 那他的季前集份會有難度 現在變相外判了給南華 那他就整隊球一起去台灣 當是集份 他自稱是他的熱身賽 那這個就是整個 足種的架構出來健身的問題 即不是特別那些人是壞人 即是制度給他們一個 所以才玩得出這些東西 現時香港足球總會董事局 八位成員裏面 有六位是香港甲組球會的管理層和投資者 部份甚至一人身兼兩隊球隊的主席 我們曾經聯絡過 香港代表隊領隊羅潔成 前足種董事吳健 和現任足種主席梁孔德 今次選擇外判香港隊的問題 是否與各個董事的背景有關 他們都沒有回覆 只有吳健在早前寫過的文章解釋 太遲才知道要參加東亞杯魚賽 才由南華代表 香港足球代表隊已經去到台北 參加東亞杯的比賽 第一場的比賽 4比0大炒台北 這件事就證明你足種內部的問題 究竟誰去做事 很簡單的 你究竟誰去做事 沒有理由 去年 你為何要知道6月 才知道 那些信息傳到哪裏 甚麼人都不知道 是否只是 全部不知道 還是他一個人不知道 是吧 這件事你很難解釋 如果是 即是說 各樣都不知道 你足種的辦事人有問題 同時 他現在戴藍華 大家都知道 藍華 就是最多 就是 報章 甚至是 傳媒最多採訪的對象 他不高興 能夠代表香港 更加高興 不過 有時候 羅先生所做的事 我們就覺得 他有時候 太高調了 你這件事都說你威風了嗎 那樣 問題呢 就好像現在你說 甚麼都要問責 民意呢 可以有的 但問題一直以來都沒有 求賣 你可以抗議 是吧 你爸看 我抗議你 我不看你 就這樣 如果你說 入到去做 任何的委員之一 我相信就 比較 即是 我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沒甚麼可能 根據現時的足總條例 只有註冊成香港足總的屬會 才有權參與足總事務 如果市民沒有能力 搞一隊足球隊 現時的機制 是無法賦予市民 參與決策的權利 香港足球總會 這麼多年 一路都用一個 俱樂部的形式去運作 其實就是 問題是一個很大的部分 回應不到足球現代化的需要 我一路的說法 就說等於你之前 譬如黃馬泥香港 分配球飛的風波 於是在法理上 好像彷彿是沒有人可以置疑 因為他是一個俱樂部 於是俱樂部搞一個活動 我喜歡怎樣分飛都行 但是 在現代 講求問責 還有足球 其實相對上 很多人關注的一個運動上 如果你比較外國的管理架構 香港的足球總是非常不現代化的 包括你沒有民間的代表 你也沒有比較相對上獨立的人士 我相信足球總本身不會檢討 因為他缺乏反省的能力 但是 我覺得也是造成香港 足球運即重難返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其實足球總的代表 究竟他們有沒有想過足球或者競技運動 整個吸引之處去建基於什麼呢 如果你不能夠建基於一個公平的競賽環境之下 就是一個小圈子的遊戲 小圈子的遊戲 沒錯 有可能會搞得好像很興旺 但是實際上 一個長遠的健康發展 是需要整個體制 一個健康體制的建立 或者起碼 聽取一些 不是純粹從班主利益角出發的人 他們的意見 才知道究竟要怎樣打下去 才好 感謝尊敬